最近 哥哥我看了上九夕参与演出的情景喜剧《加油姐妹》 哥哥我觉得 上九夕的演技还真不错《情景喜剧》 是综艺节目开播《情景喜剧》的同名《情景喜剧》《加油姐妹》 从名字听就是说的姐妹俩的故事 也就是杨超越和柳妍扮演的姐妹俩了 而上九夕也算是主要演员 她在剧中扮演杨超越的追求者跟班上小浪 所以和剧中扮演杨超越父亲的演员范名 也有很多对手戏 对于自己的角色 上九夕是这样形容的 这个角色 你觉得特点是什么 特点就跟我现在的行为一样 就特别的剑 特别的 这个剑是本身角色带的 还是您自己赋予这个角色的呢 就是我演啥都剑 是吗 这个有没有可能这是导演选中你的原因 对 身为相声演员 上九夕给角色很自然地就输入了幽默细胞 而且上九夕还是东北人 在剧中也有些台词带着东北枪 这又为她的角色加持了几分喜剧色彩 那情景喜剧是你第一次参加吗 对 第一次去演 多多少少的有点紧张 紧张看不出来 那就对了 故作镇定 那这个情景喜剧你之前有看过一些 你觉得比较好的吗 我喜欢看后车大厅 是不是有点暴露年纪了 我根本没听过 你看看 后车大厅很好看 里面有个角色叫王秀花 那是我儿时的女神 这招好 往后我也把你老爱忘了一事写成小纸条 搁帽里老顶 你王秀花啊就是把纸条贴到门上 该忘的是还得忘 上九夕说她小时候最喜欢看的情景喜剧是后车大厅 其中她最喜欢的角色也是东北人 这可能是她最早的喜剧表演启蒙 因为最早让她在小剧场脱颖而出的小企鹅的表演片段 也就有东北喜剧表演的影子 企鹅有一天突发奇想 南极待好好的 觉得生活百无了赖 我干点什么去呢 我去趟内蒙古让他们把我吃了吧 真无聊 说去我就去 打点行囊 背上个小鱼包 徒步就往蒙古干 蹭累了 有时候还坐段地铁 拿一小钢盆 行行好啊 谁给我点鱼啊 一场无情的雪崩摧毁了我的家园啊 你入学的血手包 谢谢好新人 有人给你拿 好新人 夜生平安 除了加油姐妹之外 上九夕还有一部《喜娟长安城》代播 看来相声演员上九夕 在影视剧的演出上 正在有着越来越多的机会 逃离放飞 离花几岩 怎比我指头唇已闹 少不遥也闹 多余